庚子岁末 疫情反复 本应是这座城市悉尼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间 却在诸多安全限制之下不得不疏离人群 如果要走出家门 去哪里还可以感受喜迎新年 这里是南半球最大的佛教寺院 南天寺 疫情之中 为了让大众有更丰富的体验 也让当地的艺术家们有更多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南天寺联合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了一系列的艺术活动 从12月开始 来到这里的人们都可以看到那些 陷于山水之间 电雨之内的艺术作品 在南天大学美术馆里举办的和谐展 由来自本地的30位艺术家带着90幅作品共同展出 每一幅规划作品都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觉 对大自然的敬畏 正在进行的禅艺术雕塑展 由16位专业艺术家带着他们的精美作品参展 麦可·波迪所创作的作品表达了在这文明社会当中 人们为了追求名利 却忽略了一直在伤害地球 作品《如花果树》表达着树与树根之间的生态平衡 我们很幸运地参与我们的工作宣传 这是一个美丽的背景 我们希望人们来来看这个工作 享受这个工作 享受这个環境 但也享受这个環境 在这里的生活 艺术创作者大胆地想象 生动的表达方式 让观看者驻足思考 感慨万千 艺术家们感慨 《南天寺》是他们创作作品以来 见到的最好摆放作品的地点 为了响应联合国十七项永续发展 佛光协会 青年团 童子军 也将废弃的塑胶罐与空瓶制作成艺术品 废弃的胶盒 制作的琉璃塔 夜灯闪亮的吉祥灯 佛光人用创意展现了集体创作的智慧 一边是寺院 一边是高等学府 而连接彼此的南天桥 也就成了知识与力量碰撞之后 产生的绝佳艺术展示平台 在南天寺宝藏馆举办的 澳极华裔陶瓷艺术家 生活美学家 上子博士幻彩系列陶瓷艺术展 更是通过高超的幼技术 结合了东西方的艺术形式 传递着平安喜乐 观者感受强烈 花开四季耕耘心田 这是星云大师对全球佛光人 2021年的祝福 南天寺也通过各种善巧方便 传递着火法 将智慧与慈悲 透过文化艺术等方式 让来到资料的人们 能够注入正能量 我们期待 疫情过后 您最美丽的笑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